你 干嘛呀 这么晚了 你过来 听你怎么睡 这么可怕 这 的确没法睡 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 你得负责 怎么负责 你说怎么办吧 那个 我房间只有一床床 那你就陪我干坐着 我睡不着 你也别想睡 怎么不讲道理 就这样干坐着 那你还想干嘛 我想睡觉啊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弄一些 吃的 喝的 聊聊天什么的 没心情 你明天就把苏子枫给我赶出去 这不好吧 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 那以后 他一把我吵醒 我就来你房间找你 大家都别睡 你怎么这么霸道 我想想办法啊 先 先睡会儿 我想一想 我想 我先 想一想 怎么办呢 想想 你是在梦里想吗 你想到没 你 周桑满 周桑满 睡这么快 真是会耍赖啊 你睡觉也不老实啊 你睡觉也不ção Bas 怎么 放开我 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 算了 先睡了 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庄小满 你看不出来吗 我喜欢上你了 回去还是洗一下吧 花房的水不太干净 没关系的 那个 我刚刚从花房拆了一只 庄小满 苏子峰 庄小满 你想要没有 好好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了 林姓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学弟 苏子峰 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位是你朋友吗 哦 他 呃 他 他是 我 庄小满的未婚夫 这么主动 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 你领婚了 哎呀 这说来话长 不是 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 一看就不怀好意 当然是为了见你 地里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相当的专题 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 哦 那这是好事啊 那你带我去上你们村委会呗 行 我带你去 你没变样啊 你也没变 走啊 林姓 哦 有点自作独情了呀 林姓 李书记 那我带他去村里转转 骑车注意安全啊 好 放心吧 好了吗 好了 走吧 出发 走 你先回去吧 哦 不就是个雪地啊 至于这么高兴吗 走 去看看 看什么 坐好了 看 那边 哇 好美啊 还有我们这边 一会儿开沟里也好 是不是 这是一遍 就是五千山的山 哇 那边特别漂亮 我带你去那边 去那边 你别给他们看见 我没事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来这 你听 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 这么偏的地方 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 还有这儿 你看 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 毛竹 毛竹四年之内只不过长到三厘米 到了第五年之后 会以每天二十厘米的速度而增长 这就叫做 深耕细作 赌前行 一招收获 中流程 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 一点都没变 子宝 你这次来的特别对 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 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 好啊 你小心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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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想做故意的吧 还好吧 我说你这故意空风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 我着急有什么用 我先看看东西吧 这是我吗 对啊 你不是我说 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 你也可以 来 你也试试 我不会这个 相信我 你可以 把手给我放开 这这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 他绝对有猫腻 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行 你冷静 我去把这小子的手快剁了 你最好说到做到 你去啊 你这次啊 一定要多拍一些照片 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 嗯 小马 哦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风 原来你就是子风啊 我经常听小马提起你 没有 怎么回事啊 算了 我来帮你 谢谢小马 谢谢 像小马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 真好 我倒是觉得 你们俩挺合适的 是吗 子风 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啊 别客气 当给你啊 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 好吃 谢谢 阿姨你做的包子真好吃 让我留着自己家的感觉 这么快就来戏了 那你啊 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 既然这么投缘 不如你人叔叔阿姨 做干爸干妈吧 有这个必要吗 那我就是你姐夫了 那我就是你姐夫了 我爸妈呀 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 做梦都会笑起来 来 来 尽量 我 请吧 给叔叔阿姨敬茶吧 我真的会谢谢你 不不不 别客气 来来来 别客气 怎么 好烫好烫 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垂直垂直 我看看 没事 这现钢还也不是故意的 真是马马虎虎 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 走 来 去冲冲 去冲冲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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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晓琳 没事 给 吃包子 谢谢阿姨 快吃 张晓满 她是故意的 你看不出来吗 疼吗 不疼 还好伤得不严重 不然可怎么办啊 我没事 性格也不是故意的 林鑫也真是的 都怪她不小心 不然可怎么办 张晓满 阿姨叫你 什么事 你自己去问她 紫峰 那你自己先涂一下 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 我稍微认辑 她还留着呢 宋慈风 你马上开学了 跑哪儿去了 快回来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 太久没练我都不会了 没事 有我在 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呀 问你们 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 那你继位了吗 我爸早上喂过了 那你继续玩吧 雷夕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是啊 仙哥 小艾满的花瓣就是我教的 你想不想学 不用了 没兴趣 怎么这么不合去 我们继续吧 好 上 妈 你看见我滑宝了没 没看见 奇怪了 林剑呢 他呀 出去了 他说到小艾满部找江浩了 那我去看看 就 注意安全啊 嗯 再因为 好 你 是吗 你 我 没有 没有 那我 我 没 我就不信 我还学不会了 不就是画画板吗 谁还不会呀 喂 猴子 你先去那了吗 没在小卖部 好 千万别看到我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糟了 零线 什么情况 我的滑板 来 我扶你起来 来 你不是说对滑板不感兴趣吗 闭嘴 小马 该走了 好了 可以出发了 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 星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 想甩掉我 没门 咱们一块儿去吧 星哥不去也行 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 一起吧 正好我刚吃完早饭 小小小小神 小小神 慢点 来 往后一点点 好 快动啊 快动啊 能请你帮个忙吗 你要干吗 我可以帮你了 不用浩哥 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儿 这次出来我们又带摄影助理 没事 如果星哥不想忙忙也可以 大不了我多待几天 是吧 林仙 你快帮他一下 你最好拍完赶紧走 生气了吧 这才刚开始 说吧 怎么办 待在这儿别动 保持画面的干净 就这个 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 比生命还要重要 你帮我看好点啊 有东西 稍等 什么东西 你别动 装会滑 好 可以了 别动 我来了 好 好 来 我们摆一下透析 林仙 这你都能忍啊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这有什么呀 此风 也是为了摄影 不要调什么 这再怎么说 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 未婚夫的人 这个苏子凤也不顾忌出来 稍微 稍微的 对 苏子凤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 拍摄还没开始呢 你干嘛呀 林仙 你干嘛 放开 我不放 放开 你先放 你俩放手 小满 你也是的 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 你也不注意这点 说什么呢 小满和子凤 就只是好朋友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是啊 贤哥 你是误会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来 我会想要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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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子凤拍宣传照 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 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 你要是在这 就先回去吧 你是想把我气死吗 来 继续发 按照刚才那个姿势 好 好 走 好 别动 可以往侧面一点点 笑一笑 来 江浩 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 你学学小马 学小马 学小马 快点哈 姥姥来了 三 二 一 再来两张子 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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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胖子 好 最后一张啊拍完就成功了 三 二 一 好 你拍完了没有啊 不是你催什么催 你看不见吗 我 喂 生个 拉我生个 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 我怎么办 袋子要断了啊 你自己考虑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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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救他呀 我不会游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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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你没事儿吧 哎呀 显着胡闹 显砸了吧 别装了 有这么冷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真幼稚 但你也不能害我呀 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 喝点热水 奶奶 怕 好 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 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 但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起你说过 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 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 这是不是你说的 理解 少说两句 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 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 想让你看着我 一个病人 林宪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 子凤都着凉了 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不行 这是我的床 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吧 小白 我有点头疼 要不你先让他扑住一下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 快走快走 帮你先帮你先帮你先帮 说一下盏 你去干嘛 子凤今天受凉了 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他自己又不是没张手 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 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 我看你是真没脑子 随便你 眼前这幅画面 真是让人身心疏伤啊 说吧 你来大东村 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啊 小白 还给我来洗吧 小白 你别过来 你快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来 谢谢 我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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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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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咱们 咱们 这应该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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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 позвол 怎么了 怎么像是喝醉了 怎么就剩这几个了 喂 醒一醒 你 你是不是出了梅叔叔的峻姑啊 峻姑汤很好喝 连汤你都喝了 小马 你的脸好软啊 笨蛋 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 乖 乖 我问你啊 你吃了几个 我吃了 你猜 我问你呢 你到底吃了几个峻姑 一 二 三 四 五个 还好 虽然不要 让恐怕明天早上可能清醒 我扶你进去吧 来 外面呢 我扶你进来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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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 哎呀 我好难受 你哪儿难受啊 我看到你跟苏子枫在一起难受 你躲着我我也难受 我觉得我们之间 不是假的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 过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我已经很喜欢我的名 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 就好了 我还没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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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不接呀 说话 这么久没音讯 我得确保你还活着 那你现在确认了 我挂了 等一下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 违坏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喜欢她 但她 不过我想 你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 昨天晚上的事 我想起来了 这一路都不说话 她在想什么呢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是不是 该主动点了 准备做饭呢 准备做饭呢 需要帮忙吗 你帮我添点柴吧 行 你和林宪昨天到底怎么了 小满 是大黄昨天不见了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 天色晚了 我们就就地取材做了吃的 结果 林宪现在食物中毒了 食物中毒 严重吗 没事 还好吃得不多 真没事就行 那还是有点事的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来 子枫 喝碗汤 谢谢阿姨 小满昨夜 小满昨夜汤实在是太好喝了 那你多喝几碗呗 别撑着了 是啊 宣传照业已经拍完了 你多喝点 明天好上路 你可闭嘴吧你 子枫 你喜欢就多喝一点 别客气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怎么了 我今天早上打照片的时候 才发现 相机坏了 鬼才信你 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 不会吧 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 那 那现在怎么办 那只能重新拍摄了 有些人啊 就是不想走 还有多久啊 那说不好 那相机坏了 那寄回去 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 哎呀 子枫作为摄影师 肯定也不想这样的对吧 没事没事 不行啊 让子枫多住几天 再拍一遍 好 子枫 你别有心理压力 我们一起解决 那 重拍的这几天 我能录在你们家吗 小满 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嗯 那个 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那 凭什么她能住 我不能住啊 那不一样啊 那小林硕未来女婿啊 她不住这能住哪儿 反正就几天 要不 林先生跟子枫集集 你说得到轻巧 你怎么不跟她集一集啊 那怎么行 靳雯可是一个人住 那要不然 你跟我集一集吧 我谢谢你 小麦不那么小 怎么集两个人啊 那 哎呀 行了行了 住住我家吧 成了 漂亮 林先生 你跟子枫集一集 那集集就集集吧 好 我去收拾东西了啊 哎 你吃点啊 这家伙 怎么没完没了的 好 住得挺不错的呗 哎呀 练着呢 我这一来 你是不是挺慌张的 故作镇定 跟你说话呢 真是盲目自信 好 慌张 那倒没有 只有嫌弃 您不觉得 我这么住下去的话 会完全把您娶而代之吗 你做梦吗 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她吧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你 林先生 我敢保证 我比你真心 你这是幼稚 不如你主动放弃吧 你觉得呢 你要干吗 你干吗啊 你干吗啊 说不过我 动手是吧 你已经输了 好 好 好 子枫 你真的相信 昨天晚上林线和小满 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我觉得林线最大的优势就是进水楼台 我觉得林线最大的优势就是进水楼台 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觉得你得跟林线一样 住进小满家 我也想啊 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 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 陈静岚 成不弃我 万事俱备 只等小满 好 怎么了 爸 妈 你们搞这个干吗 这谁呀 不知道 这是 子枫 你怎么在这呢 对啊 林线她把我赶出来了 晓菱 你 不会吧 她那个房间那么小 住两个人肯定是挤了点 不行不行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帐篷落风你会感冒的 没事 叔叔阿姨 小满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不用管我 我将住机晚上就行 晚安 这 子枫好歹也是客人 你怎么能这样 我愤了林线 我愤了林线 今天先挤一挤 将就一下 其他的明年再说 你也就骗骗小满 林线 大半月的不许再闹了 你赢了 承让 我家才是我们老板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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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有ých 人 恐怕 後何凡 不松 庄宋们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要疯了 干嘛呀 这么晚了 你过来 听听怎么睡 这么可怕 这的确没法睡 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 你得负责 怎么负责 你说怎么办吧 那个 我房间只有一张床 那你就陪我干坐着 我睡不着 你也别想睡 怎么不讲道理 就这样干坐着 那你还想干嘛 我想睡觉啊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弄一些吃的喝的聊聊天什么的 没心情 你明天就把苏子枫给我赶出去 这不好吧 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 那以后 他一把我吵醒 我就来你房间找你 大家都别睡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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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办法啊 我想想 你是在梦里想吗 你想到没啊 丑小满 丑小满 睡这么快 真是会耍赖啊 你睡觉也不老实啊 你睡觉也不老实啊 丑小满 丑小满 放开我 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 算了 先睡了 睡着了 人呢 他不在 我终于可以把人登上床了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在我床上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下说不清了 我先起来了 你再睡会儿 被你妈看到不好 好 好 你为什么 你怎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 车还得感谢你 昨天把我给赶了出来 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 你俩不会 你 你俩干嘛了昨天 告诉我你干嘛了昨天 小姐 跟我去 阻止房间人在吗 嗨 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快递 谢谢 谢谢 相机 我没买啊 看得真不错 你相机不是坏了吗 这是我赞助给你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说送就送啊 现在有了机器 可以开始拍摄了吧 拍不了 这天气太阴暗了 光不好 拍不了 这光怎么就不好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是外行 不懂里面的门道 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 但其实天差底 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 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 得看天气的造化了 但是好的天气 难得一遇 我看你啊 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 睡又怎么样 你 好美啊 这里 这边 到了 零线 子枫说他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 想要找点灵感 我就带他来这里 心魂不散 小满 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对啊 这些全部都是 最近都是零线帮着我一起打理的 然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 你怎么了 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 怎么谁都能来 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是吧 好了好了 回去干活了 走 你稍微笑一笑 你稍微笑一笑 干活有什么好拍的 小白 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 我看看 再来点吧 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 好 你干嘛呀 你不帮忙别在这捣乱好吧 怎么了 我劝你善良点 你没完是吧 你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故意的 讨厌呢 我差点忘了还得去江峰那拉化肥呢 明显你去吧 那拍照的 你这么闲跟我拉化肥去 我没时间 我跟这拍照 那小漫 你跟我去吧 好 好 没事 走吧 不就是拉化肥吗 小意思 快点 你小心你的手啊 小心你的手啊 小心你的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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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你别小瞧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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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摄影师啊 干不了这些粗活儿 就别干了吧 小意思 小意思 停 稳着点啊 别动 坐好 你让我开会 你就一个